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有沒有發現沒有了12月最愛呢? 就是因為要拍今天這條影片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說 2018年我最喜愛的10樣化妝品 化妝品這10大最愛呢 如果你看開我的影片 應該就沒有什麼新鮮感 很多都出現過 但是都要跟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所分享的東西 不是每一個項目都有的 有些去年說過很喜歡用的東西 今年依然很喜歡用 沒有東西取代的話 我就不會重複再說 第一件事想分享 就是TOOFACE的HAND OVER PRIMER 說出來也有點心虛 因為已經拿出來說了4、5、6次 它是一個非常保濕的PRIMER 如果你是乾性肌膚的話 試一下吧 真的很好很好用的 雖然你們見過很多次 但是我也要給你們看 擠出來是白色的CREAM狀 但是很容易推 一推就會變成水 聞下去是有椰子水的味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椰子的話 你都未必會喜歡這一股味 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你就要考慮一下 因為它這個都很滋潤的 還有如果你是期待一個PRIMER 會有些潤色效果 收毛孔效果 或者是撫平細紋的效果 我覺得它都沒有的 它是唇保濕的 第二件事都是底妝產品 大家也不會陌生的 就會是DIOR的Backstage系列 我用的色號是2.5N 如果你想看它上面的妝感 基本上我整個夏天秋天都是用它來上妝拍片 它的好處就是非常薄 第二個優點就是它不會反光 有時候你出去拍照 有閃光燈之後 看到自己的照片好像鬼一樣 反白反光 這個粉底就不會了 第三個優點就是它很便宜 DIOR的粉底265N 我用了整個夏天秋天都還有一半 但是冬天就真的用不到 它冬天是比較乾的 因為它完全沒有保濕的這個粉底 然後它的缺點呢 我對這個包裝是失望到透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點像那些水彩顏料瓶 是膠的 而且是很廉價的那種膠 我用了這半年 你看到上面呢 好像是斑斑薄薄的 唐唐DIOR 可不可以出個漂亮少少的包裝呢 雖然它是便宜很多 但是也不用去到這樣 我覺得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 DIOR粉底的試色士 你看到其實它也很流質的 然後它推開 你看到它真的很薄 而且 跟我的顏色很吻合 純粹是顏色均勻了 不過它的味道也挺香的 所以如果你是介意化妝品有味的朋友 都真的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之後再說一個底妝 這個大家應該猜不到 因為這條片應該是剛剛出了不久的 就會是Shisheido的這個Sport Cover Foundation 它在Shisheido的Counter買1200yen再加稅 如果你買得多東西退到稅的話 即是1200yen 100元左右就可以買到Shisheido的粉底了 這個粉底其實它是膏狀的 你別看整個小小的 我想這裏可以讓我用到兩年左右 首先它很容易就已經可以沾取到 你這樣印幾下已經是幾多 用得很快 之後你在手拍幾下 這裡再推開 是可以推到無限遠的 然後你看到它的遮瑕力是好到加零一的 看到這條青筋嗎 是淡色了很多 它這個粉底 如果你不用它用來做粉底 用它來做遮瑕膏 絕對一流 我還特地留了包裝盒給大家看 它是這樣的 第四樣東西都是底妝粉 我都說過了 說明了今年最愛一定有它粉 就是Hourglass的碎粉 它旅行妝和正妝的碎粉是一模一樣 超幼滑超幼細的 它上了臉是可以令妝感提升 令到它更加漂亮更完美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但不要聽我盲目的推 你就衝去買了 因為我也有介紹過不同的朋友 其實有些朋友就反映它不太適合 例如有朋友的需求是希望上完碎粉 臉會提亮了 這盒是做不到的 它是完完全全透明的碎粉 第二就是遮瑕度 它真的透明碎粉 完全沒有遮瑕度 有些朋友可能會說想帶碎粉出街 或者不想用那麼多粉底 這個也不適合你 所以就加加油求了 讓大家看看裡面 那些粉真的小到很難捉摸 你會看到粉的幼細程度 一推開 剛才這麼白 它是真的透明的 它一推開 是好像絲券一樣 很喜歡這個感覺 然後就到眉妝產品了 2017年 我是很喜歡用10200的眉粉 然後2018年去了韓國 我自從買了Apure的這盒眉粉之後 我就貪新王狗轉而視線地來到這盒 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兩格都很大 平時一盒眉粉我大約用4-5個月就已經用完了 這盒由3月用到現在足足9個月 我都還可以繼續用 所以是很節省的 它的顯色程度是中等的 它不會說一塗上去就很深色 也不會塗上去也沒有顏色 我覺得是非常欠到好處 然後就到眼影的部分 你說我今年這麼多眼影 我只選一盒 我真的選不到 最後我就選了這兩盒 一盒是比較便宜 一盒是比較貴一點 這兩盒是各有優點和缺點的 先說便宜的那盒 這盒就會是Colourpop的Fortune Palette 裡面其實整個包裝都很漂亮 大家都知道Colourpop的眼影是性價比其高 在雲雲這麼多盒的Colourpop眼影裡面 為什麼它會突圍而出呢 就是看它這盒眼影已經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眼妝了 你說要純帶地色系的也有 你要加些橙色的也有 你要比較啡紅色的也有 要紫紅色的也有 金色的也有 然後你想要打底的顏色也有 心碎可以做輪廓的顏色也有 還要打亮眼頭的顏色也有 雅色珠光亮片 整盒眼影才16-20美金 即是200元都不用 包羅萬有你究竟想怎樣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我嫌它的顏色 比較硬 就好像一個地板一樣硬的 還有如果你畫上去 它是可以搭配的 但也有一點色塊的出現 它不會搭配得非常均勻 你會看到中間這裡真的深色一點 然後周圍兩邊都是明顯淺色一點 所以用它來化妝 你要真的有一點心機 才可以發出一個很漂亮的妝 不過如果你要出門很多天 你不想每天都是同一個眼妝 或者一兩個差不多的眼妝 這一盒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變化的 好 然後Sigma這個palette 是我自己意料之外 因為Sigma這個品牌 我本身用開是它的化妝掃 是平價 中低價 我又不可以說極便宜的 如果不是它們寄這盒眼影給我 我都不知道原來它們的化妝品 這些眼影盤都很貴 但質素又真的不錯 我打開給大家看 首先它裡面是有鏡子 都很大塊 所以如果帶它去旅行 就不需要另外再帶鏡子 這一盒沒有寄錯的話 定價都差不多 要300元 但是它裡面的顏色 還有它的粉質質素 都是非常之好的 你會看到一樣用牙色 如果不就不公平 摸下去已經感覺到 它跟Colourpop的分別了 你見不見到其實它那個 blending的程度 是好很多的 如果你問我它的配搭 就真的不是太多了 它可以做到普通大地色系的眼妝 還有一個偏紫紅少少的眼妝 兩個角落頭 一個啞白色 還有一個偏蜜綠色的眼色 我自己就用不穿 所以這個是它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 但如果你說平日 我基本上想不到化什麼妝 我都會用它 其實我今天都用了它 不過今天我沒有化得很多顏色 因為我一會兒要出門口 免得太濃 嚇到我的朋友 然後我這個閃閃眼影 通常這種閃閃眼影 我不會就這樣塗的 就這樣塗你會變成外星人 但如果你是疊在這些眼影上面 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效果非常自然得來 它真的可以閃出宇宙的 WONDERLESS這個閃粉 它裡面是包含了一些粉色、銀色、黃色、黃色 不同顏色的閃粉 所以比起三支迷你妝 它的層次是會更加高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都很喜歡這些閃亮眼妝的話 一定要買STILLA這個 它是這麼多個不同品牌的Glitter Eyeshadow 最漂亮、持久到最好、最貼服、最閃的一個 胭脂方面 今年我買的胭脂 即是多到自己都數不到有多少 但如果你說我最常用 每一天如果想不到用什麼 沒有特別想起要化什麼妝 隨手一定拿一個的話 一定是它 它就是CLINIC的MELON POP 這個其實我用到它的痕已經沒有了很多 大家看到那些花粉 在旁邊是看到的 中間這裡已經是平滑了 它這個顏色跟MELON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改這個名字 它是一個比較粉嫩 偏粉橙的珊瑚色 上到臉上是很有元氣、很有朝氣 無論你是白底人、黃底人用它 你都可以的 還有CLINIC的胭脂 其實它的持久度都中上的 我不可以說全天出外回家都可以看到這個胭脂 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 我不覺得自己是臉色、唇色、唇色 什麼都沒有了 我這麼黑,你們是不是看不到呢 這隻手的時候 最後一件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highlighter 你們都知道其實我很多highlighter都很喜歡用 而BECCA都算是我最喜歡的一個highlighter 但是由於我真的說過太多次 我真的怕大家太滿了 所以今天就說一個我也是很喜歡用的highlighter 但是它的顏色未必每個人都適合 那就是Fenty Beauty的這個highlighter 它有一個色號的名字 叫做Hustler Baby 你會看到這個顏色其實不是很typical的highlighter 很深色的香檳金 那你說摸下去其實都很滑 你會看到這個閃就是外國人的chang 你會看到這一行嗎 今天我就是用這個highlighter 鼻涼也是的 其實都很明顯的這個highlighter 但是它絕對是欺人用的 如果你的皮膚是很白的話 我想上到臉真的要好好控制份量 它都很容易變成十八銅人的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都喜歡一些bronzer 或者你是健康膚色 好像我那樣的黑黑的話 那你用這個highlighter 其實就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沒有BECCA那麼顯毛孔 因為它真的挺幼 那我就分享完我2018年很喜歡用的十樣化妝品 那接下來2019年呢 我希望我可以試到更加多的化妝品 那我就可以更加客觀地分析 告訴大家不同化妝品的好處 不好處 有什麼人適合用 那令到化妝品系列的影片內容可以更加豐富 那如果你喜歡今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影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